在为ChateGapen这样的聊天机器人提供动力的人工智慧方面 中国落后于美国 但在培养新一代访人技术背后的科学家方面 中国已经开始领先 新的研究表明 从某些指标来看 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人工智慧人才的最大人 几乎培养了全球一半的顶尖人工智慧研究人员 相比之下 约18%研究人员来自美国本科院校 该研究来自保尔森基金会旗下的麦克罗波洛智库 保尔森基金会是一家致力于促进中美之间建设性关系的机构 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培养的人才数量出现跃升 三年前 中国培养的人才约占世界顶尖人才的三分之一 相比之下 美国基本保持不变 这项研究基于2022年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上发表论文的研究人员的背景 该会议主要关注神经网络方面的进展 而神经网络是生成是人工智慧最近发展的基础 人才失衡的现象已经持续了将近十年 在201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 美国受益于大量中国顶尖人才前往美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留在美国 但研究显示 这一趋势也开始发生转变 越来越多中国研究人员留在了中国 随着中国和美国争夺人工智慧领域的领先地位 未来几年的发展可能至关重要 人工智慧技术有可能提高生产率 增强产业实力并推动创新 从而使研究人员成为地缘政治意义上全球最重要的群体之一 生成是人工智慧让矽谷和中国的科技行业趋之若鹜 引发了融资和投资狂潮 谷歌等美国科技巨头以及OpenAI等初创公司引领了这股热潮 专家们说 这可能会吸引中国的研究人员 尽管北京与华盛顿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 也可能使一些人望而却步 纽约时报起诉了OpenAI和微软 侵犯其人工智慧系统相关新闻内容的版权 中国培养了如此多的人工智慧人才 部分原因是中国在人工智慧教育方面投入了巨资 麦克罗波洛智库的主任马阳说 自2018年以来 中国新增了2000多个本科人工智慧项目 其中300多个在最精英的大学 不过他指出 这些项目并没有把重点放在那些推动ChatGapen等聊天机器人取得突破的技术上 他说很多项目都是关于人工智慧在工业和制造业中的应用 而不是目前主导美国人工智慧产业的生成性人工智慧 虽然美国在人工智慧领域率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最近的成果是聊天机器人不可思议的类人能力 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由在中国接受教育的研究人员完成的 研究显示 目前在美国工作的顶尖人工智慧研究人员中 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占38% 美国人占其中37% 三年前 在美国工作的顶尖人才中 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占27% 美国研究人员占31% 这些数据表明 中国出生的研究人员对美国的人工智慧竞争力有多么重要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中国人工智慧的研究员马特西恩说 他还说 这些数据似乎表明美国人具吸引力 我们是人工智慧领域的世界领导者 因为我们继续吸引和留住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 尤其是中国的人才 他说 加州大学百科来分校教授 人工智慧和机器人初创企业Colarian的创始人彼得阿比尔表示 在美国顶尖公司和大学内部 与大量中国研究人员一起工作被视为理所当然 这是很自然的情况 他说 过去 美国国防官员并不太担心来自中国的人工智慧人才 部分原因是许多大型人工智慧项目并不与机密数据打交道 还有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能够拥有最优秀的人才是最好的 此外 许多人工智慧领域的领先研究也是公开发表的 这也打消了他们的担忧 川普政府曾颁布禁令 禁止中国一些与军方有联系大学的学生进入美国 此外 新冠疫情期间 中国学生进入美国的人数相对减少 但研究显示 大量最有前途的人工智慧人才继续来到美国学习 但本月 根据一份联邦起诉书 一名曾担任谷歌工程师的中国公民被指控 试图将人工智慧技术包括关键微晶片架构 转移到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公司 该公司秘密向他支付了报酬 关注美国竞争力的专家表示 在美工作的中国人工智慧研究人员人数众多 这给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一个难题 他们既想打击中国间谍活动 又不想阻止中国顶尖计算机工程师继续涌入美国 中国学者在人工智慧领域几乎处于领先地位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人工智慧研究者苏巴拉奥坎巴麦帕说 如果政策制定者试图阻止中国公民在美国进行研究 他们就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说 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过往记录好坏参半 因为错误起诉一些教授 川普政府旨在遏制中国工业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的政策 受到了批评 中国移民表示 此类计划鼓励了一些人留在中国 研究显示 目前 大多数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位的中国人都留在美国 这有助于美国成为全球人工智慧中心 研究显示 即便如此 美国的领先地位也已经开始下滑 目前他拥有全球约42%的顶尖人才 低于三年前的59%